我告诉你啊,马上过年了,要是还不会炸藕丸子,那你就把视频认真看完,炸出来外酥里嫩特别好吃,做法一点都不难。 碗中加一勺花椒,加开水泡10分钟,然后加入大葱,用手抓住大葱的味道,把肉馅分两到三次,加入花椒水,抓拌均匀,让肉馅吸收,每天都在用新椒桌菜,给我和小红青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 然后加盐,湿染香,千万不要加料酒,放姜蒜末,切好的莲藕末,再打入一个鸡蛋,用右手抓匀,然后加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,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,加完粉,千万不要朝一个方向脚,容易裂开,用手抓匀就行,有条件放点白芝麻,挤丸子就是用虎口挤出来,一刮就行,油温烧到插筷子冒小白泡就行,把丸子下锅砸,全部下满,过10秒用漏勺翻动一下, 定型就先捞出来,接着下第二锅,第二锅定型,把第一锅炸的也下锅,小火炸五分钟左右,变成微黄,捞出来,开大火把油温升到六成热,把丸子下锅复炸,这时候丸子上色很快,千万别炸糊了,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,外酥里嫩特别好吃,过年家里来客,招待客人,这就是你的哪种菜,赶紧试吧。